在群众倒数声中 这一座全台商圈最高的圣诞灯数瞬间点亮 这是基隆委托行街区一年一度的盛事 盛光日活动 现场除了有圣诞点灯仪式 还有万圣节四集 互动式戏剧演出及街区阅读等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与店家热情参与 相比于过去没落的景象 让上任前就极力协助委托行寻找资源 推动地方创生的基隆市议员童志伟 非常感动 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们经历了也很多挫折 那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 当然这两年又有疫情的关系 我们本来做起了一定的人流固定的市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又重新开始 不过我觉得每一次的学习都有不同的收获 就像曾经的北台湾时髦胜地 然后经历的港富萎缩的关系 然后又开始逐渐的重新开始 我觉得疫情后我们会有新的发展 现在有新的消费模式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社区的连结是非常重要的 要做地方创生 再做社区营造的过程非常重要 我们委托行现在的干净跟方便 我们从来没有请过环保局来打扫过 都是我们社区长辈还有在地的居民 意识的连结 希望我们的环境是干净 希望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我想这是一个城市发展一个重要的 一个动能的基础 委托行的丰硕成果也获得金融市这种方面的肯定 强调将继续支持 其实委托行街区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在地方创生这个政策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这边 已经有非常多年轻人回到这个委托行这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委托行街区公司也办了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 那重新回到委托行 那一起这个让委托行这个地方能够重新繁荣起来 尤其委托行街区的地方创生 不仅吸引许多年轻人返乡创业 街区举办的小小导览员活动 更对基隆观光发展及乡土教育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 这是我们在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那我们也希望呢 在市中心这么有特色的委托行 更是我们在推动观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这个地方走读基隆 也可以到这里来看看 然后也同时是重要的游城之一 我们小朋友能够培训小小导览员来介绍我们这边的历史 然后跟我们的卡马亭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千里之行时宜足下 我们从认识自己的土地开始 佟主委表示在地认同是城市光荣感的根基 他会继续与街区的伙伴共同努力 让基隆委托行不只重返风华 更是传承基隆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地 来委托行 战战战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导 记者可以吗 记者可以吗